表达最沉痛的哀悼之意 也希望伤者可以早日康复 这次的事件看起来 我们非常的遗憾 有这么大规模的伤亡 台北市长候选人 不约而同哀悼南韩 离泰院的踩踏事件 也引发国人对外人活动场地的安全讨论 特别是大巨蛋 日后如果开始能够营运的时候 交通维护的审查也必须要趋延 毕竟这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基本的天生的问题在 毕竟大巨蛋不但尚未试营运 过去防火区化跟规划的避难面积争议 时不时被拿出来讨论 成为朝野攻防焦点 当年大巨蛋在建造时 曾为了解决人潮危险问题修改图纸 我是有信心的 别人哪就不知道 柯文哲说对大巨蛋的逃生问题 他很有信心 只是诚实中这么一提 各位大巨蛋的状况 跟这个这种形态完全不一样 绿营料来做这些饮食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的 这些很多管理疏散的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还在这里讲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内政部也都通过的 所以这个人数跟相关逃生病案 在这五年停工的 变更设计的审查里面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请他们不要鱼目混住 柯文哲说他对于大巨蛋的逃生问题 他很有信心 有信心当然很好 但戒胜恐惧 意外在掀起绿白之间的战火 延伸成北市工防的新战场 毕竟接下来就要迎接圣诞节 跟跨年人潮 当然得防范未然 东森新闻知之中心 SNG小组在台北猜猜猜猜猜的 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